女人绞尽脑汁地要成为闺蜜的后妈 于是就把闺蜜介绍给了当地的小混混 因为傲人的身材小混混一眼便相中了闺蜜 她追逐着安娜来到沙滩上 趁四孝无人便将安娜暗倒在地 强行就要发生不堪入目的事情 听着安娜的呼救声丽莎也只是远远的观望 就在小混混就要得逞之际 安娜征脱开一脚踢倒小混混 小混混的头部也重重地摔在石头上 眼见事情闹大丽莎不得不跑来一探究竟 她小心翼上前查询男人是否还有脉搏 眼见闹出了人命 二人立即驱车逃离了现场 好在安娜有个十分疼爱自己的富豪老爸 当她将事情告知父亲时 父亲很是冷静告知一切交给自己 夜晚父亲叫莱丽莎了解情况 此刻她很是担忧女儿的前程 就在她一筹莫展时 丽莎提出一个惊人的计划 只要安娜的父亲愿意迎娶自己坐上豪门阔态的位置 她会替安娜顶下所有罪名 为了女儿男人也只好妥协 转天当警察来到豪宅的那一刻 丽莎则自然而然地站了出来 但她却不知的是 死去男人的身份并非那么简单 反而是当地首富最疼爱的小儿子 当她满脑沉浸在阔态之位时 她的人间地狱已经悄然而来 就算安娜很是惭愧前来看望丽莎的那一刻 她还在安抚着安娜不要伤心 并且宣称自己很快就会出去 因为她此刻心中有一个执念 就是安娜的父亲定会想尽办法就自己出去 可现实却不曾给她机会 当法官宣判丽莎因过失杀人而被判入狱五年时 母亲痛哭流涕都没能唤醒她豪门阔态之梦 反而唤醒她的竟然是狱友们惨无人道的虐待 进入监狱的第一天 狱坝便收到多家照顾丽莎的消息 她不仅堵上丽莎的嘴巴剪掉她迷人的秀法 甚至每日强行让丽莎口水洗脚 当折磨不成人样的丽莎 见到安娜父亲的那一刻 她再也安娜不住内心的悲伤 希望她能快些就自己出去 但从安娜父亲的神情中 就能看出她真的无能为力 这一刻丽莎才恍然大悟 自己被安娜的父亲戏弄了 而更让她不能释怀的是 此刻的闺蜜被父亲送到了美国 与她那个富豪的男友整日沉浸在幸福中 然而一晃五年过去 就在丽莎出狱的当天 本应前来接她的闺蜜和未婚夫全然未能出息 而自己窘迫的模样 遭到一群流氓轮番的强暴 丽莎的阔胎梦就在这一刻彻底的破碎 心中除了对闺蜜的恨期她已经心如死灰 而她不知的是 闺蜜之所以没有来 是因为此刻正在举办婚礼 看着安娜幸福的样子 她已经忘记闺蜜为她顶罪入狱 但安娜的父亲却一直忘却不了 就在女儿结婚不久后 她也愧疚地撒手人寰 没等安娜在父亲去世的悲伤中抽离开 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 缓缓走向她的身旁 当她看清楚女人的那一刻 安娜吃惊地起身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此人正是为自己顶罪入狱的丽莎 随后姐妹二人开始多年的酗酒 安娜表示这么多年 一直走不出杀人的阴影 这话一出丽莎当场变了脸色 询问自己入狱时她去了哪里 没等安娜解释 一个男人的出现打乱了一切 这个男人正是安娜的丈夫卡尔 然而就在卡尔看向自己的那一刻 丽莎找到了报复的筹码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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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